南加州华航联谊会 迈入第12年上周末 在洛杉矶举办2017年年会 活动当晚有很多精彩节目 还有会长交接仪式 许多现职及退休的华航成员 都到场共享胜举 迈入第12年的 美国南加州华航联谊会 于上周末 在位于南加州的DoubleTree By Hilton Whittier 隆重举办2017年年会 除了有许多精彩丰富的 表演活动之外 华航北美地区处长 李宪光也到场致辞 并且尖交新旧会长交接仪式 由新任会长张凤英 将会长置位 转交给新任会长林爱宝 活动当晚 在职以及退休华航成员 也都齐聚一堂 一起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 我们知道华航人 在加州 我们的华航热情凝聚 继续在这个地方 发热发光 所以我们华航人 借着华航联运会 在南加市一个最大的社团之一 今天是十二周年庆 那么我们大家非常高兴 我代表中航公司来进市最大的出贺之一 非常高兴我担任了二零八年的下一届南加州华航联运会的会长 希望在下一届的时候呢 华航联运会只要是曾经在华航担任过任何职位的人呢 都能够来参加南加州华航联运会 一年一度 年会上还颁发了陪课文奖学金 这是第五年举办这个活动项目 主要是针对即将登入大学的华航子弟给予补助 晚会也特别的 年会上还颁发了陪课文奖学金 这是第五年举办这个活动项目 主要是针对即将登入大学的华航子弟给予补助 晚会也特别精心安排许多余性节目以及好礼抽奖的活动 用餐结束后还有卡拉OK 隔场活动 今年的南加州华航联运会年会晚会 也在欢笑喜悦中圆满落幕 周旺电视采访报导